另外有網友問 芝加哥大學在香港辦EMBA的課程 學費是120萬 教五百個小時 問是否值得讀 如果你合作得起 貴 有用途的 不貴的 不貴 因為我知道以前香港辦讓學生去哈佛讀 中修一個月都50萬 它是很高級的知識 你會知道別人可以在這個角度看問題 你是想不到的 這個角度看問題要講一件事 希望大家會吸收一下 長一點不要緊 我們上一次講過 有人問共產黨的功過 對中國 用毛澤東來舉例 共產黨的功過 在中國歷史上 如果增加了國家的地位 剷除了封建遺信 提高了婦女地位 海外華僑地位 和中國有這百多十年的安定 它一定有功勞 它用的方法 對譽者或者不對 它共產黨心中有數 所以它認為毛澤東是七三開的 它都有過失 特別是處理黨內的政策和帝王思想 那希特拉有沒有功過 就涉及毛澤東差不多 那為甚麼這些聰明的人 它會明知道到問題出現 它都要堅持 是竟然甚麼理由 通常都是中了權力獨 不是權力獨 因為在那個宇宙 包括人也是 舉一件事 火焰一定帶來有光明 火焰一定帶來有光明 火焰怎麼來呢 它要燃燒物質 就算燒烏絲也是燃燒物質的 如果火焰感覺到物質被燃燒有痛苦的話 它會停 又差光明 如果毛澤東是希特拉 如果我有感情 我會看到一個理想 它會走 你這些人 或者事情的壞處 它不會考慮你的 我要帶來光明 我國家這樣壞處 被外敵圍攻 越南部都說來打自己 警察又來騙一騙 六十年代 是吧 鴨仔又不在玩東西 現在美國人就幾乎 整天想圍攻中國拖曼 這個人都知道 它自己的策略都是這樣的 如果它要突破這種局面 它要做一些政策 我才能夠突破和帶來沒有這個黑暗的話 在那些過程中 我有這麼多人無欺身品 它不可以停你 它都計算了 死得三千萬人這麼少 原本死得五千萬人 你便是便宜了 它說你香港搞搞震 搞得兩搞 你就危害我政權 它預算呢 只要想你五百萬人 就天下太平了 始終死了一百萬人 你搞戰衷 戰衷你就多些人 我和你清晃了牆 爲什麽死那麼少 死得五十萬人 在哪裏可憐你 傻仔 這個就是光明和省暗的代價 當你的火焰有感情 知道被你燃燒的物質 有痛苦的話 你不再燃燒下去 就黑暗了 既然它們的理論和宇宙的現象是這樣的話 你用什麽方法令到它 你不用這樣 又有光明 就不用燒這些 燒別的東西都可以 不一定燒這些 燒別的東西 又有光明 又帶來快樂 這是很大的智慧 世事不到的 等於現在你 伊斯蘭教 打聖戰 那些如靠鐵組織 它們不聰明嗎 它們沒有思想嗎 它們沒有哲學家嗎 911 炸你去兩銀大廈 教得多準 教到機器載多少卡 飛機油 用什麽速度 坐在大廈那裡 不會穿過 剛剛掉下來的時間有多久 你等大廈用鋼鐵來建 那個樓梁那兩棟大廈 跌了下去 那一箱油就會燃燒爆炸 引致多少溫度 多久 就整座大廈溶差了 那些人不聰明 他們沒有思想 為什麽會做呢 就是他們追求光明的時間 他們的理想超過了法律和道德 等於現在的香港那些 哀哀笨笨的阻子土共 他們幾十年支持共產黨 他們當是一個很大的理想 你阻擋著他 他便要搞鬥爭 甚麼亂差 不搞 他懂不懂 他沒有錯的 他如果想錯他就不搞 是危險的 所以我曾經說過 你性先打來災難 就是這樣 打來光明都會死 但你停了他就沒有光明 不停你打壓 這個真的很大智慧 所以他唯物辨證法不夠用 他偷擋在哪裏 他不夠用就是這樣 共產黨思想馬克思 他就不夠用為物辨證法 就是這個時候很深奧的 philosophy的學問 好難怪 好難怪